我们还需要让李思源 犯下一个在诸侯眼中 无法挽回的错误 无法挽回的错误 不知王后有没有兴趣 让本色带你去洛阳转转 即刻飞鸽传说墨碑 告诉他 他要的东西 我给你 他竟然将电云十六张画 给他墨碑 天国这么做 与那古良帅有何区别 这是大逆不道 赵大人 我们也该去见解 那个张天使了 你 要让我做皇帝 不 在天下人眼中 我死后 只有李思源才能名正言顺地做皇帝 所以 我要做的 是李思源 我知道 这不该是你做的事 但 我也知道 其实你的牺牲比我要大 你真的甘愿一辈子背着骂名 做一个千古罪人 无所谓了 李兄 这棋 我会陪你一起下到最后 张兄 从今日起 你又便是两条道上来了 这口酒 还是留着以后再喝 这就要走 也不跟他们说一声 算了吧 到时候自顾不强 还是让他们少些危险 雪儿姑娘肯定会去寻你 那也比跟着我来回奔波好 天天粘在一块 容易没有记性 走了兄弟 会再见的 会的 听说没了双目的张天师 功力却更胜从前了 又没法感应世间万物 不愧是张玄霖的儿子 有点无心 师祖 非常完美 你可算活过来了 说实话 你真不好奇那颗心脏 是谁留给你的 不好奇 走了 李兄能让他还我双目 应当也不实现意识吧 李兄 好久没听人这么叫了 如果我告诉你不给他双目 他也会救我 师祖嘛 理解一下 走 整两瓶 不就喝个酒啊 为何非得上了 这里风景好 终于能歇上片刻了 也只是片刻 你呢 没事了 算是压制住了 还死不了 那就好 李兄所说的时机快到了吧 快是快了 只是 只是在时机到来之前 你得喂你 当然了还有帮我 把人情换了 人情 不过张兄你可得快点 李思源 已经回洛阳了 张子凡 你在那干嘛 不给我下来 你这段时间跑哪去了 人人找不着心 谢谢先不回 还喝上酒了 你打烦了是吧 这段时间的事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听到了没有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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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别说话 又能见到你 真好 好啊 弄 小抱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最事没完 我要你给我个解释 娘子莫急 在下 还有件事 要先请二位帮忙 现在知道 请我们帮忙了 也确实是 人手不太够用了 先说说 什么事 在下想请二位 一同阻止那李思源登基 当然 二位要是还能 马到人的话 那别更好了 马人 如今李思源已得一万照明之心 若阻止了他称帝 那这天下 那这天下 便要在下以他的名号匡府 二位意下如何 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要当皇后了 我说 这么大个声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娘子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现在能啊 我这不是现在能说吗 你今儿不告诉我 我错了 我错了 娘子 来 说实话 你真不好奇 那颗心脏是谁留给你的 没想到 大帅真能用这三百年的功力 护住心脉 师祖将臣 来赴约了 好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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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一德和盛中 新野可穿旧食肝 酥茶淡飯打 早夜相遣 環節相遣 夜歸知聽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